大家平安 今天新颜光的进度已经进到 另一位基地20章 我们先一起祷告 主上帝感谢你赏赐恩典 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刻 一起安静心 学习来聆听你的话语 主帮助我们透过圣经经文 更深刻明白你的心意 能够照你的旨意来行 向你献上祈求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很有意思是 20章好经文 比前面的稍微短一点 会一到27节 那但是这一章好像可以 形容是第18章跟第19章 有些增加或者是补充的部分 因为特别前面两章有提到 关于就是人跟人之间行为的条例 那但是 在这一章里面 就讲了 如果违反这些条例的刑罚是什么 然后 这边讲了很多 上帝视为可证的罪 大概分成两种类型 一到七节 特别是拜偶像的罪的部分 然后10到21节是提到 隐乱的罪的部分 其实上帝要求祂的百姓 是要远离这些 可证的罪成为圣洁 就是22到26节的部分 那这些可能被除的极刑就包括 就是这些罪就包括把儿女献给母络 或者是咒骂父母 或者是各种不正当的男女的关系 还有交诡 然后还有 违逆 伦理的部分 出发 就是写的很清楚在这一章的中间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 一到八节的经文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还要小遇以色列人说 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 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 总要自使他 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 我也要向那人变脸 把他从名中剪除 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洛 玷污我的圣索 亵渎我的圣民 那人把儿女献给摩洛 本地人若扬为不见 不把他自使 我就要向这人和他的家变脸 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洛行邪淫的人 都从名中剪除 人偏向交诡和行巫术的 随他们行邪淫 我要向那人变脸 把他从名中剪除 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 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 好 特别在我们今天刚才先听到小段落当中 听到摩洛 摩洛是亚门人的神名 然后当然在摩洛这个字 常常有就是有贯词 就是好像可以把他看成这个总称 就是泛指迦南钉这些偶像 为什么这种偶像崇拜特别在这有被提出来 特别可证 因为在摩洛这个神 神像崇拜当中包括献 献祭的动作 有把孩童或者是婴孩当作祭物来献 我们应该很无法想象这是什么样恐怖的祭祀 但是的确在这样子摩洛的神明的崇拜当中 就是用这样子 孩童婴孩来当成祭物 所以在这边就特别先提到祭祀的部分 所以神说如果有人要把自己的儿女也献给摩洛的话 要把他治死 本地人的花样石头把他打死 然后他们所做的就是玷污神的圣索 亵渎神的圣民 还记得吗 以色列百姓是神特别拣选出来的百姓 他们的存在应该要来彰显神的荣耀 但是如果他们也参与在那些异教那些很邪恶邪淫的崇拜当中 他们就忘记了神是谁 所以这样子的行为也玷污了上帝的顺索 亵渎了上帝的圣民 然后如果是本地人的话 本地人如果忽略他们的事情 然后不肯在旁边做见证的话 那他们好像也就参与在那些恶行当中 所以神也会向他还有这个人的家来变脸 变脸就是他们如果看不到 好像看不到其实是看到了 好像假装没有关系的话 他们其实都参与在那个罪的当中 所以在人的想象或许我犯了罪可以逃离 但是其实神的眼目都看见了不是吗 然后在旁边看见的去假装什么事都没有 其实也参与在那罪中 其实给我们很深的提醒 所以在这一些条例当中 其实就写得很清楚 如果人去拜那摩洛像神像 或者是教鬼行协助 其实很有很奇妙是 这边都是用邪淫来描述 就是宗教上的堕落 主要就是因为真的家人地 普遍道德都是很败坏的 所以当你去拜偶像的时候 那你跟神的关系 神跟你地缘那些又被你放到哪里去了 然后所以第七第八节才特别提到 你们要自杰成圣啊 神是耶耀华 是我们的神 以色列百姓这些神的选民 应该要过圣洁的生活啊 应当做的就是要 谨守遵循上帝的律例 好 当我们遵循神的命令的时候 都照着要坏行 就可以成圣 就会远离那一些外邦人那些 可憎恶的那些恶行 所以我们要做怎样的决定呢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记清楚 好 神是圣洁的神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选择 我要自己的成圣 因为耶和华神是我们的上帝 我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上帝 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 谢谢你已经坚修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也赏赐福分 让我们可以丰富的享受 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 我们应该要圣洁的来到你面前 主圣灵愿你亲自来提醒指教我们 让我们能够做这样的决定 能够自己的成圣 圆那些恶行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当中 我们向你献上祈求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